按吧裙子 很餓啊 ? 跟你hello Hello YouTube 今集就來到第二集 謝謝大家對第一集那麼支持 上一次我做了Gordon Ramsey的芝士伯格 就是有一點點油 為了這次重拾大家對我煮食的信心 這次我挑戰這個 薑蔥麵豉特雞肥 Let's go 這次這個菜也比較多汁 大家比平常煮多一點飯 醬汁拿來煮飯也蠻棒的 這個就是Northeos買的7.4號2雞翠 然後我就會在最後兩個位置割兩刀 還沒炆完雞毛 這裏 然後就加這個Northeos的醬油 其實我覺得它的味道像碎汁 這裏寫著要用來點餃子 不知道是不是算了 不過其實煮下去也OK 鹽 有個賓包 之前懶得去Fancy買一些 喜馬拉雅山鹽 但其實普通粗鹽也OK 按摩它 每一塊都要塗一下 記得洗乾淨手 沖粒 沖粒就會用來準備裝飾 沖粒就會用來炒香 炒香薑 我們就可以下雞腿去煎了 這裏的雞腿就不用煎熟 煎到的面金黃色 我們就可以下蔥白 炒一下 我最喜歡有一點酒香 跟我一樣的朋友仔 也可以加點紹興酒 下去吧 那這集的主題就是 大家看到的就是 CALL ME BY MY NAME 大家應該知道我的名字是Cherry 我覺得講英文名這件事 是非常影響你的一生 因為想當年為什麼我喜歡Cherry 就是 那時候應該是小學三年級 那時候就很羨慕 人家為什麼有英文名字呢 為什麼我自己沒有呢 然後我就跟媽媽說這件事 然後她就 啊 然後我在想 什麼英文名好呢 因為我的best friend叫Cherry 那時候我小時候 不懂其他英文名 所以我就改了名字叫Cherry 這個名字 從小到大都用到現在 但是我覺得改英文名 有一個非常警示的提示 告訴大家 就是大家千萬不要 把自己的英文名放進身份證 因為那時候 我小時候就覺得 啊 有些英文名 在身份證上好像很厲害 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大家會後悔 因為當我長大出來 工作或者讀大學的時候 我發現 原來大家都是跟風 叫大家做Cherry 大學已經有 兩三個Cherry 中學也有兩三個Cherry 全世界都叫Cherry 但是全部都不同傳法 所以每次都叫Cherry 那些人都會 這樣 其實不是叫你 然後說回這個 轉把身份證 其實我到現在 都有點後悔 因為我覺得這個名字 太普及了 因為我想改一些 特別的名字 但問題就是 我把我的名字 已經把身份證 如果我改了另一個名字 那身份證的名字 是什麼名字呢 啊 其實後來我是想 看身份證和passport 不要這個名字 但是就發現了 要搞很多東西 好像又要宣誓 然後又要付錢 要改這個 改那個 然後我所有銀行 那些全部都已經 都下了Cherry這個名字 所以就沒辦法 那時候發現了 Cherry在西方的意思 就是一些 好像是一些不好的意思 儘量都避免改這些名字 所以大家都要 三思 改英文名的話 大家覺得Cherry這個名字 適不適合我 好了現在時間了 我們先去看看雞 啊 忘了錄了 試完味 大家覺得OK 就可以加些生粉水 打個芡 之後就可以了 啊 哇 好厲害 吃飯 吃飯 我們釘回個吃飯歌好不好 哇 真的好吃的 還沒試 我吃過了 這個 這次的樣子是不是好啊 Cherry 你很浮誇 這個反應是 又是交公佈的反應 嗯 真的好吃 那為什麼你的名字叫Eric 剛才都沒說 在我1.8的時候 英文老師問我 你想好你叫英文名叫什麼 什麼味 然後我就說 還沒啊 我給了一天時間我想一下 那我回家問我媽 然後呢 她就說 喂 這個名字 中文字有個man字 不如叫mango 這樣 都試一下 Mango哥 哈哈哈哈 那些學生會大佬的名字 你是不是mango哥啊 mango哥啊 mango哥啊 mango啊 然後我就快去跟老師說 那不如我叫mango 啊 喂叫mango啊 大哥 然後他又指著一本英文書 一開本英文書 叫他team 然後我就叫他team 是不是那些浪文那些呢 是啊 那些公仔的名字 你知不知道哪隻是bino 我知道啊 他們有型那隻飛龍 我是中同學好像很像 你好一點 我很討厭這個名字 去二年班 我已經轉小學 然後我有一次重新學英文名字 然後呢 我就因為一年班 有一個男同學 他就名列前茅 經常都落口第一 就叫Larry 那我小時候很乖 很想像他那麼聰明 很聰明的 然後我就打算叫Eric 應該很厲害 真的要跟朋友改 真的好像我一樣 真的要跟朋友改 其實也是 話說呢 這個菜真的很好吃 因為那些汁是可以拌飯 對啊 但我才發現 很多人都認為Eric這個名字很差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本身都叫Eric 但都不叫自己做Eric 然後我是唯一一個Eric 而且勇敢叫自己Eric的人 面對自己 終於自己的身份 各位Eric可不可以在樓下相認 起碼Eric是一個外國都會人用的名字 可能老一點 但是Cherry難一點 Cherry有點問 他改名呢 英文名字我都改得多 中文名字我都改過 那會不會麻煩 所以Cherry寫了一身份證 真的很麻煩 又要改名契 那些東西 要搞在你業者的損勢 要讀一段東西 需要這樣嗎 我選像 對 這樣 那一段東西之後就簽字 是貴的 始終不夠 然後就要再去那些 身份證 Passport 車牌 HOMA 還要申請 也是 還有改名契要跟進去 那我們這件事先合理 其實我有想過 我們的頻道名字 叫做 Easy Couple 好帥 好帥 其實那時候純粹是 想到那個名字 對 想不到那個名字 沒有理由 這麼簡單 叫做Aaron Aaron Sort 神經合理 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都不會這樣叫自己 對 純粹是一個頻道的名字 對 純粹是 喂 有沒有神經合理 他們很神經 有名字在這裡 對 大家有沒有什麼 idea 我對頻道的名字怎麼改 對我們這樣很有意見 覺得 對 神經合理很厲害 有沒有一個好一點的建議給我們 真的 歡迎投稿 對 這次就煮了這個 薑蔥麵士特雞腿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試一下做 如果有什麼食譜 想我們試一下 或者挑戰一下 或者想看 都可以在留言找我 上次看到有觀眾說 想看這個吉野鮮肉飯 但我們還沒找到肥牛豬 Gallaria那些很貴 所以我們不看著 我們有機會都會去買 想吃什麼就告訴我們 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好嗎 告訴我們 想吃什麼 Yo Yo 神經合理 Close Oh shit 神經合理 神經合理 啊 好了 拜拜 拜拜